最近中共内部人事变动频繁 中共喉舌新华社9月1号指称 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 职务由原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担任 令计划调任中央统战部部长 这项突然的人事异动引起人们的诸多猜测 当前很多人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令计划和栗战书身上 却忽略了一个关键人物 原统战部长杜清林 据新华社报道 杜清林是因为已年满65岁 按照有关认职年龄规定 不再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职务 改由令计划接任 不过据了解 一般正部级的认职年龄是65岁退休 但如果作为中央领导人兼任 并没有硬性规定 也有消息说8月29号 国航CA981航班的神秘返航 已经触及到江系重要人物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与杜清林关系密切的国务院副总理 回良玉 因为牵涉博王事件 统战部目前正遭大力证诉 香港南华早报3号发表专栏文章指出 令计划爆冷门 调到中共统战部任部长 与他儿子令谷在3月18号 发生的一桩法拉利车祸 导致身亡有关 报道引述北京消息人士的话说 令计划提前交出中办主任一职 18大成为政治局委员的可能变成无望 英国每日电讯报也报道说 目前还不清楚令计划的职务改变 是否意味着降职 不过香港中文媒体普遍看好令计划的试图 但部分海外中文媒体则放风 对令计划试图看扁 香港苹果日报分析 令计划可能日后会升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并跻身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 这次职务调整 是为令计划将来升任政协副主席铺路 杜青林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我们不是很清楚 他们的换位置是迟早要发生的 但是如果说这时候 有一个在这个级别上的一个部 必须要马上换人的话 那很可能最顺手的人就是令计划 这个因素在外面的讨论当中 是最少谈到的一个 但是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 恒河进一步指出 立刻要换上的人 应该是一个几派都能信得过的 或者至少是现在胡锦涛还能够信得过的人 最适合的人就是令计划了 不过令人怀疑的则是 有海外媒体报道宣称 被闪电拿掉的杜青林 如果没有意外将出任副总理主管农业 阿波罗新闻网认为 这是江系放风让胡温受挫 恒河也强调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位置很重要 但是在历史上 真正在这个位置上 爬到最高位的人并不多 如果没有其他的工作经验 没有具体在省或某一个部历练过 很难入常 统战部你不能说这个位置不重要 而且对外的情报机构的整合 是跟统战部是有关系的 那么对于一个像令计划这种 没有经过实战经验的人来说的话 调道统战部实际上是一个机会 让他有这个机会来表现他的能力 就是说他以前实际上当中办主任 是没有机会来表现他自己的能力的 据了解 统战部早已成为中共及总参 国安部等情报功能 以及及海内外策反工作于一身的准特勤部门 恒河认为如此重要的部门 当然要由胡锦涛的心腹来掌握 不过原加州大学访问学者曾大军则认为 中共这条破船已经很难再撑下去了 只不过当前的中共领导人 他们千风百计的想苟延残喘 长一点时间 当年赵紫阳就曾经说过 说趁着我们党还能够把握这个局面的时候 赶快把那些欠债给他还了 比方说这个六四问题 比方说法律功能问题 赶紧来纠正 这样子还可以平稳过度 曾大军还指出 现在老百姓的唯一希望就是在中国 出现像戈尔巴乔夫一样的人物